我们当时的情况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我们整个的通道是挤满了我们的患者 我们医生的防护物资这一块也不到位 所以我们这一次为什么要医院要加大力度来改造发热门诊 我们就是不能让我们的这种现状重演 画面中的人名叫曹青 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门诊部主任 8月5日站在该院发热门诊 疫情初期医院走廊过到人满为患的场景 让曹青人记忆犹新 根据武汉市应对秋冬季疫情反弹 医疗救治应急预案 要求各医疗机构以9月底为时间节点 做好发热门诊 隔离病房改造 储备30天的防控物资 做好人员培训等工作 这一次我们是医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彩礼来做这一块 然后希望我们发热门诊常态化 真正起到我们少点的防控的预警作用 记者看到该院发热门诊是一块独立区域 内设缴费机 报告打印机 CT胶片打印机等 患者在此可完成挂号 拿药注射观察转运等全流程就医 目前已基本完成相关隔区 隔间布置改造 拿药挂号 包括注射观察 包括到时候如果需要转运 全部在这儿完成 单独的通道 单独的地区和单独的医生和护士 距离发热门诊部远处 有一间发热患者专用厕所 一间方舱CT 方舱CT类似集装箱 包括检查室和操作室两部分 曹青告诉记者 方舱CT专供发热病人使用 方舱CT旁边的救护车停车场 也将改造为发热病人核酸采集地和流关室 户外搭建主要是比较空旷 空气比较流通 然后让患者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空间 来做好防疫防控这样的准备 因为这如果说人流比较聚集的情况下 会加重我们这个疫情的传播 和感染的控制这一块 也会加大我们的难度 据曹青介绍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8月初确定改造方案 将按照分设三区两通道 清洁区污染区半污染区 医务通道患者通道 设置5至10间流关式的标准 对发热门诊进行改造 按照30个负压病房 500张隔离病床 20个重症抢救监护室的要求 对病房进行改造 整个改造计划在9月初完成 有个质的提高 第一个我们是24小时开诊 原来我们是白天开诊 晚上病人在急诊科就诊 这是一个 而且我们现在是两个诊室 原来白天开也就一个诊室 而是24小时的诊室都开放 另外一个我们有了自己的观察室 而且现在我们将会有个 未来就是三区两通道 将会非常的正规 医护人员非常安心的工作 保护了医护人员的安全 同时病人也会保护他们的安全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感办主任 感染科副主任梁科表示 今年秋冬季是疫情防控关键期 他呼吁大家不要聚集 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请洗手戴口罩 我想说的就是说 首先是不要惊慌 目前我们武汉 目前我们至少我们的发热门诊 没有发现新的感染者 这是新冠的感染者 另外一个就是不能掉以心心 特别是到目前为止 不要聚集 戴好口罩 特别是秋冬季的时候 一定秋冬季是我们今年的关键 如果今年如果秋冬季 能够控制好了 明年我们的工作 就会很好做一些 其实呼吁大家就是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聚集 然后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戴口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